救护人员赶到车祸现场 51岁阿公躺卧在地 腿部骨折动弹不得 他抱着孙子在家门口跟邻居聊天 突然被失控轿车撞上 八个月大的孙子被抛飞到滑坡 一旁邻居赶紧将男婴抱起安抚 男婴的头部斜流不止放声大哭 而一旁这辆白色轿车 救世造势车辆 驾驶坐在地面等待救援 三人被送医 51岁男子左腿骨折 他八个月大的孙子被抱着进入医院 如果骨折出血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造势驾驶没有明显外伤 而警方一查他就测值超标 驾驶经酒精浓度检测超过标准值 警方依公共危险罪含送加以地检署侦办 造势驾驶开车失控 还撞路边的轿车 导致轿车车尾受损 回到事发现场 当时驾驶先撞到路边停放的七机车 停不下来又往前冲 撞上当时在家门口跟邻居聊天的祖孙俩 难以无辜遭抛飞重伤 纠驾酿货 驾驶也依公共危险被移送 三炫六国熊古仙